尼采有一个很出名的说话叫上帝死了 果陀有个GOD 本身可能象征神的 但是神就变成了究竟是不是神呢 他开始的时候这个剧集里面就是 讲这两个人就是找不到人生意义了 那不如自杀吧 突然间这样想 那自杀是怎样的 于是我们下次再自杀 就是每样东西都在拖延 每样东西都在拖延 没有了一个特定的想法 人生方面不断用这种推价 或者其他的模式里面 令到我们永远停留在一个荒谬的境地 这个又是他们想讲自由的说法 不知道能不能把握到 自由 刚才沙特所讲的意思就是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本身是 纯粹是一种意识上的一种 不断填补下来的 所以我们本身是自由的 这个说法里面不算很深刻 次序上尼采是早很多的 1900年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里面有一些问题 是比想象中复杂的 不一定是赞成或者不赞成 这是他的著作 比较难看的方面就是这几本 The Birth Tragedy 相当难把握的 悲剧的诞生 讲亚波罗精神 就是打奥尼索斯精神的那些 还有这个出名的 打奥尼索斯普尽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表演观以乎 我们简单一点说他的想法 这个首先就是 卡拉玛索夫兄弟们的 杜斯托夫斯基,他说当上德不存在的事,就是一切都可以找他 他本身认为神是最后的裁判,但存在主义者 尼采的说法反过来说,他说假如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神,所以没有神 当然这不是推论,是一种号召,甚至是一种发泄 说完这些,我稍后找一个思路,尼采用什么方式说自由意志,这点挺有趣 人生没有目的,只有过程,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这些说话 例如,向黑暗处让心寸,向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非常得越多,越高,我们在那时不能非常眼中形象越来越少 其他人不明白我们,真正伟大的人是不被明白,因为我们飞得越高才越描述 很有文学色彩的一种描述,好吗? 接下来,龟叔就是新的价值的创造,这个一会就说权力遇至,或者叫冲力遇至,will to power 上帝死了之后是怎样呢?这个上帝死了当然不是真的上帝没有了 上帝是代表着我们以来的一种价值,最后的归宿,天国的依附,甚至是最后审判 代表我们所有价值的最后的安顿,但是现在他认为我们工业革命,或者人类发展到科学,再进到其他的商法里面 我们已经是将这种超越神秘的上帝杀死了,后面会讲到上帝之死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些这样的价值全部是到了我们现代人产生了一种否定 我们相信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用一些新的说法里面就是 如宇宙这样,这个当然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人走会向哪里呢? 究竟价值在哪里呢?这就是他的呼号 所以他提出来,我们宣传做这个所谓overman,一个超人 超人是什么呢?后面的说法就是,一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成为神的一种奴仆 我们尽量透过神去指导我们,但是我们现在某时候没有这种最后的神的话 我们就要自己承担自己,于是人的成长要透过自己去奋斗 这个跟沙特的说法有点似,其实沙特受影响 我们现在是个不浪漫的 又是什么样的 这个算盘 这个算盘 是什么样的 这个算盘 简单 是什么样的 这是什么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一個編曲,它裡面是描寫的一個幕裡面 就是這個查拉圖斯特拉,薩拉庫斯特是一個波斯的先知 因為尼采是相當針對基督教的,他用基督教是沉淪的,是失去的 所以他用了一個異教徒,波斯的先知查拉圖斯特拉 那他下山的時候怎麼樣呢?就是他首先跟一隻鷹和一條蛇生活 生活了幾十年之後,突然間有一天他發現他需要下山 說給人類聽,究竟什麼叫真理 那下山的時候就是太陽慢慢升起,然後裡面光莫萬丈 襯托著他在中途裡面,一直這樣下山的過程 第一個階段裡面就下了一個market place 中間還遇到一些老人,遇到其他東西的 鷹和蛇這個異象在基督教來說都是negative的 尤其是蛇,尤其是誘惑Eva的色禁果,所以尤其是一條蛇 鷹來說,一般來說都是侵略性的 但是尼采特地用這兩個圖像,代表著一個鷹和蛇 那我以前在五尼米都說過,這個永劫回歸的那些 你時間看下,鷹射兩個象徵,鷹代表著一路飛上上升的那種 蛇的那種代表著循環、盤旋那些,很多異象的 那這些膜裡面,電影裡面其實尼采特地的相畫裡面 就是人類重新再生存 突然間他不知道是不是臨死,突然間他舉起一隻手 很多人解釋這一段,有一塊黑色的櫃圾 一開始的時候電影都是這樣的,再變成嬰兒了 一開始就有這個黑色的櫃圾,那些猴子摸了它之後就開始有智慧 那些猴子摸了它之後就開始有智慧 那些人說話說進化論,說什麼 我們看看這一段,這兩段是解釋這部戲 人是維繫動物和蜆元之間的城市 也就是深淵中上的走過去危險 停在中途也危險 戰鬥也危險 停住也危險 這個你看看英文 man is a rogue 裡面就是剛才說的,查德圖斯特拉 在山上住了好像40年那樣久 他尋求智慧 這個波斯先知下來 下來之後他遇到鷹蛇 再後就去到market place market place裡面有個小丑 或者有個吊索人 就走著吊索 斜斜地由這邊去到那邊,很高的 一直走的時候 誰知道走到中間 這個走索人開始有些黃紅 因為有些風 於是他在裡面震一下震一下 那下面那些觀眾就開始不耐煩了 快點走啦快點走啦 結果這個人受了緊張 裡面跌了下來死了 很神奇 接著來坐著 查德圖斯特拉這個先知 就抱著這個屍體去到墳場裡面 對這個屍體這樣說 就說這段說話 知道為什麼嗎 這些文學家有時候都很難觸摸頭腦 他意思是對著這個屍體說 你雖然失敗了 但是你最少都努力過 他說人類方面 我們在走索之間 這個是當時 進化論已經興起了 達二萬大概一百五幾年的發表進化論 尼采是 一百八幾年到 他一百八五年到 1900年死的 所以他應該聽過一些進化論 他大概未必是 真是科學家的想法就是 用這個方式說就是人如果在源後變的話 我們要繼續變化的時候 不是只停留在現在的人 人是怎樣? Human to human 我們太多人度 太多的人的劣根性了 我們必須要超越我們作為人這個階段 繼續去到overman的階段 那叫超人 overman不是那些非天遁地的意思 後面想說overman 他能夠明白這個世界的真相真理 好了 接下來就是剛才說的 我們在《查拉圖斯德拉如是》 書裡面的書就說 有一個精神的三變 第一個階段裡面我們要成為駱駝 駱駝走過荒莫 在荒莫裡面經過負寵和荒莫這兩個 是人的孤獨的階段 這個孤獨的階段才能讓他們成長 但接著他需要變成獅子 獅子是什麼呢? 獅子,彌彩原文說一下 獅子是一種咆哮 他不斷問我是誰的問題 或者我應該要怎樣 他說一個噴火的龍 每一塊的鱗片都閃爍著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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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火龍當然代表著傳統 傳統說你要這樣做 你要孝順,要做一個好人,要誠實 但是獅子的怒哮說我要 這個就是獅子的階段 明白嗎? 接著就是 但是獅子的階段裡面他仍然有一個孤獨 到最後方面他變回小孩 這個小孩就是剛才的導演想借這個意象 就是 小孩是代表著什麼呢? 他說代表著一種精神,代表著我們重新對這個世界以一種好奇 甚至有遊戲的方式看待這個世界 首先你要變成落堂,要經過方幕的那種鍛鍊 要成為獅子,要成為你要成為你自己的事實 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後面沙特所補充說的就是 這個意識本身是靠你自己 但是成為小孩,他有一些意象就是 小孩那種天真,那種對世界重新的觀望 這個才是新的一個視點 這個就是尼采一種圖像式,你看把握多少 很難詮釋的 最後他說,說完很多東西,就是那本書說就是我們來得太早了 因為那些人都不明白 所以他裡面很多時候,他說有個瘋子 在白天的時候打著燈籠 走過一個市場,說上帝死了,上帝死了,那些人在笑 這是個瘋子來的 但是他說,上帝是怎麼死的? 是被你們殺死了 被我們人的容逐,被人的現實,被人的一種欺詐等等慢慢殺死 我們再沒有超越的想法 這個說話後來影響了後現代 後現代說我們再不需要一些大的論述 不需要對這個世界裡面一說一說幾千年的歷史,人類怎樣怎樣 反而是撥在我們的個體裡面 我們看一個比較複雜的論述就是這裡 人要不斷超越自己,否則我們就會沉淪 我說我教你超人是什麼? 他用一些好像很有趣的教訓看 人類應該被克服,你曾經做過什麼克服呢? 然後對於人類來涉事一個怎樣的東西 貪惡一個笑病 還是一個痛苦的羞恥呢? 你已經自己開闢一條蟲子 到人類的路,但是你身上很多東西 仍然屬於蟲子 你曾經是元侯,甚至是 甚至現代人類比元侯還漲元侯 我們是退化的 用一種很鞭策的說話裡面 對我們人類的 現代人以為很滿意於我們的詞 這個S homo就叫自傳來的 你想說我自己這樣 所以你留意那些描述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這麼聰明呢? 為什麼我這麼偉大呢? 為什麼我讀了這麼多書 我能夠寫這麼偉大的書呢? 為什麼我就是我的命運呢? 最後一說話,為什麼我這麼聰明呢? 高於水平是六千公尺 明明他都想法 很圖像有識,怎麼叫高於六千公尺呢? 這些就是他寫作的方式 1888年 這個就是虛無主義已經到了門檻的說話 虛無是什麼呢? 對尼采說虛無不是一種某些時候流行的東西 這是有些描述他,可德格說的 俄國曾經有一個虛無主義的Nihilism 虛無主義代表什麼都不參與 什麼都覺得沒有希望 這個不是俄國的那種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是最高價值的自我辨識 就是剛才說的 當上帝死了 當然有些宗教信徒可能不喜歡聽 你留意他的想法裡面 是想說 假如沒有了一個既定的最高的價值 沒有了一個死後的你可以嚮往天國 又或者是你沒有了一個 好像明燈那樣的自在你自己 我們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我們要為自己的存在 而鋪路或者找我們出路的時候 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一種虛無感 但是虛無感有兩類 後面說到 一種叫強者的虛無 一種叫弱者的虛無 強者的虛無 就面對著人的虛無 而產生自由 你這麼說 但弱者的虛無 我們就眷戀這個虛無 在住院住藥 覺得自己無力 於是來講 虛無主義有一些人其實變成一種無價值 甚至一種崩潰的 但是真正的虛無主義並不是這樣,只不過人類的歷史運動 因為我們之前由原始初問,到了有神,然後到神那方面覺得最後的終極 但是我們現在科學等等揭示了,可能這些都是虛假的事情 我們有一個新的歷史,兩種虛無主義就是剛才說的 這個弱者虛無主義就是,認為我們什麼都會變得順從或者調適,甚至是認命 在這個荒蕪的大地裏面,諸神已經衰竭了,他有一本書叫《諸神得黃昏》 講北歐的神馬那些,變成一種厭世主義,兩種虛無主義 一種虛無主義就是我們叫做厭世主義,有時候叫做今朝有酒今朝醉 就是享樂主義,享樂主義他認為也是一種虛無主義 因為他找不到人生價值的時候,他以為人生就是這樣 譚笑風生、喝酒、方方堂堂地過活,也是一種模式 這些是很多中國人認識的名詞就是這樣 但是這種虛無主義,他背後其實是一種厭世主義 看到嗎?強者的虛無主義就是,他認為要加以慶賀 因為我們不再有一個既定的價值,這個世界不再有神 當然這個說法需要補充的,是不是一定是無神論呢? 也未必的,意思就是可能他批評由教會以來 對神的描述,以成為一個定型,好像有一個既定的程式 但是神呢,可能對這些存在主義者來說更加多的是 一種你怎樣去體會你的生命,體會到這個存在的奧秘的問題 對世界作為道德的詮釋,知自我否定,不是一個損失,而是一種勝利 是精神的成就解放,不是悲觀,而是愚弱的態度 所謂的Gate Science,Gate Science的譯法我們放了上去 那段文章裡面就講強者的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有正面有否面,但這個說法裡面就是另一個 有一段叫做道德系普學